我觉得这个城市就每一年 它都会有一些令人惊喜的新的东西 一定会出现 东西我觉得源源不绝 好像你永远都看不完看不尽 你以为东京都被你玩透了吗 透过旅之超过十年 作家张维中的视角 也许你对东京会有不同感受 东京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适合 在小巷弄当中去慢慢走 非常的适合走路 你不会有坑坑洼洼的地方 然后你街道都弄得非常美 然后气温也适合 空气也好 东京有很多的特别的店家 它是藏在小巷弄当中的 它甚至是藏在小巷弄当中的 一栋建筑的楼上 如果你不放慢脚步的话 你很难去发现这些小店的惊喜 这次我们就跟着它的脚步 看见不一样的东京 这一栋藏在银座后巷的 叫做浩野公寓的地方 是我一直喜欢银座的一个点 因为有带着西式的风格 感觉上是日本早期那种 辉煌的泡沫经济时代会有的建筑 光看它的那个信箱就觉得 这栋空域的那种失败感 这个电梯基本上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 这只有在王家卫的电影当中会看到 自己打开电梯吧 到最高楼期了 这栋空域可能不是小房间 那每个小房间的论图都不一样 尤其是商店 有些是工作室或者是伊朗 你好 你好 对 我带着带着 我喜欢的艺术 我带着我 我带着 我看不见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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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栋公寓里 像这样的伊朗有很多 但没想到还有更惊奇的发现 以前自一个美农院 七八十年前自一个美农院 经营美农院的那个人 过世了之后一直留下来 没有人去整理大陆委员会 所以决定就是说把保留下来 嗯 很久了 可以进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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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的是 公寓管理员碰巧在场 允许我们入内参观 平常游客前来 若是他们在场 也同样可以进来参观 这里不定时 也会举办艺术作品展览 没有人购买的 没有人购买的 也会进去 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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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就是窗林 是以前的样子 八十七年的 所以就是窗林 还有这个都是一样 但是外面的景色店 参观完这个有特色的公寓 当然也要请维中带我们去吃吃喝喝 这间咖啡馆还蛮新的 有很多的 特别是欧美的观光客 欧美人是特别喜欢日本的藤栽 觉得是一个很和风的印象 好 除了咖啡店里的甜点也是经典 它的那个 麻吉有一点米香 糯米的香气 金箔是吃不太出味道的 还记得日剧新餐哲理 阿福宽总是买不到的鯛鱼烧吗 剧里主要的拍摄场域人行艇 也是张维中相当推荐的地区 这家在日剧里爆红的鯛鱼烧店 大正五年就开业 已经有百年历史 因为是现烤的 所以皮非常的酥脆 它里头就是小苍红豆 它皮比我想象中的薄 好像有点酥 我点几只它就做几只 内馅才会冒烟 很好吃耶 而且不会太甜 来到有历史文化的地区 还有一件事情不能错过 这家店叫做快升旋 也是有很喜欢的一个日本作家 叫做向田邦子 他以前就曾在这边常常写剧本 就是如果你想要感受一下日本的所谓的吃茶店的老派咖啡馆风格 像这种地方就是还蛮值得来的 因为那个老派咖啡馆吃茶店的这个咖啡我会觉得还蛮适合的 一般的黑咖啡就蛮适合的 如果你像我一样喜欢带点文化气息的咖啡馆 相当推荐亲自来感受一下 所以我觉得你在这个小路当中就是随便乱走 都会发现很多的惊喜 很推荐大家你在东京可以放慢脚步去慢慢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